另外再带你来看到的是 为了要感谢长者为村庄的付出 也树立标杆 金梦乡五个村 今年是共选出了六名的模范老人 以及五名敬老楷模 在21日特别办理 110年的模范老人及敬老楷模 继金钻婚的表扬活动 而疫情虽然是趋患 但是为了避免受表扬者群聚在台上 乡公所特别安排桌次并逐桌表扬 让长者免走上舞台之外 也能达到防疫 请不吝点赞 欢迎欢迎欢迎 恭喜获奖 金木乡长议员夫人与代表会主席 一一到受奖的模范老人桌前 致赠奖牌与礼品 恭喜长者们获得殊荣 让获奖长者们感到开心温馨 我很感谢谢谢你们 和工作人员之间 我很开心 我很开心 金木乡21日特别办理110年模范老人 及敬劳楷模即金钻婚表扬活动 希望借由受奖者们的事迹树立标杆 而这次表扬方式别于以往 乡公所表示虽然疫情趋缓 但防疫不能松懈 为了避免受表扬者群聚在台上 因此安排桌次并逐桌表扬 家属感到特别之外 也感谢乡公所的用心服务 觉得跟以往不一样 就觉得这样子很棒 对对对对 所有的受奖者都在位置上面 来等待我们到每一个地方 来进行颁奖的动作 很感谢我们所有工作的同仁的设计的帮忙 我们希望在颁奖的同时 除了受到受奖者的支持 我们也颁发这些受奖者能够感到荣耀之外 我们也希望在安全防护的状态之下来进行活动 金木乡公所敬劳活动行之有年 在表扬模范老人的同时也要顾及防疫 让长者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下感受到尊荣 也传递相公所五星的实证服务 蒋农杰 静峰相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